大S和汪小菲的狗血剧似乎已经循环无尽 我还以为不知道的是憎恨版的开端 骂战一直在反复循环 似乎像把怼仿逼死 随着剧情的深入 越来越离谱 大S再次开战张篮 却又让自己陷入群潮热讽 成为网络笑话 不仅是三个胎儿的孩子 连剧剧夜的嫌疑都有 现在的婚姻也被吐槽 种种细节和揭露告诉我们 现在大S太谦虚了 被剧剧夜压死了 难得再也不把她放在眼里 反而怀疑自己为了挽救婚姻 毫无用处 买盐苏油挽回婚姻 据网络最新曝光的消息 大S为了剧剧夜 脸部真的在地底被擦了 据台湾媒体报道 她又有新动作 买盐苏油 曾经是自己最鄙视的东西 为了现实 为了钱 更为了丈夫居俊夜在身边 通过网络传播来推销商品 最后的体面也会消失 要知道她和汪小飞 自从父子战争开始后 就变成了过街老鼠 人人搭狠打 居俊夜是有名的公鸡 她的生活很糟糕 生活很简单 经济条件特别困难 刷不了汪小飞的皮厚 居俊夜更是在半跑道上 不顾自己的死活 好不容易回到台北演出 又回到从前 却发现 吴俊浩明目张胆地调戏 他和前夫的床电镜 丝毫不顾她的长相和感受 只是为了让眼睛发光 而获得热量 成为她的赚钱工具 真的是太没底气了 现在大S真惨 眼睛也真瞎 似乎盯上了俊俊夜 这样的渣男 她的真面目早就暴露了 不爱她 重视的只是她的流量和话题 自己利用大S赚钱的机会 成为她的摇钱术 丝毫不顾大S的心情 更与自己的母亲合作 拒绝在台北买房 作为大S的韩国婆婆 也没有给她的面子 明确表示不想在台北买房 并说为什么男性会买 因此 两个婆媳的关系变差 吵架产生了矛盾 在韩国派婆婆看来 大S是二婚生子 拿着两个拖把瓶 真麻烦 看不起不适合儿子 她能说这样的话 俊俊夜很清楚 她一定是受益匪浅 否则怎么能不顾儿子的感受 直接上儿媳妇开枪呢 在俊俊夜的心中 你会发现大S并不重要 也不是真爱 否则爱自己的男人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简直就是瞧不起大S 尽管如此 大S还是拉住俊俊夜 挽救了和她的婚姻 不惜转战自己 最讨厌的工作赚钱 只为让自己有利用价值 不离不弃 爱是多么谦虚 无法正视 现在看来 大S毕竟是咎由自取 只能说是一厢情愿地接受 坚定地不需要望小飞 必须自己找虐待 到了现在的状况 也是理所当然的 以后不会轻松了 但是 俊俊夜和母亲一定有绝招 等了20年 相处两个月就要分居 大S和俊俊夜的婚姻何去何从 等了20年 相处才两个月就要分开 大S和俊俊夜的中韩爱情故事 还能继续吗 5月13日 俊俊夜要在纽约某页店演出 所以 本周将离开中国台湾省 新婚夫妻还没燕耳 就要分飞 这可如何是好 而据一床情书了解 大S因为要照顾两个孩子 此次不会与俊俊夜 一同前往纽约 自从今年2月份再婚的消息曝光后 俊俊夜不仅成为热搜明星 还在中国台湾省拿到了演出资源 而这一切的背后 自然离不开老婆大S的精心运作 也要感谢岳母和小姨子 小S的多次神助攻 甚至连前情敌汪小飞 都要为她的热搜之路锦上添花 说起来 俊夜和大S分手20年 还能重去前缘结为夫妻 也算是娱乐圈的一大奇迹了 只不过能否成为一段佳话 却为时过早 因为这段适而复得的婚姻背后 很多举动让包括一床情书在内的 万千吃瓜群众难以理解 大S的电话号码 使用20年不更换 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俊俊夜20年没有忘掉大S号码 多少有点让人无法相信 20年 沧海都已变成了桑田 俊俊夜怎么可能会牢记前女友的电话号码呢 跟大S通过电话求婚 俊俊夜给出的理由是 20年来一直难以忘记大S 可是回望20年前 当时是大S主动追求她 为了能够跟她顺聊畅通 不仅努力学习韩语 还多次飞往韩国跟她约会 甚至在脚踝上闻上她的名字 然而俊俊夜却打死都不肯承认恋情 让当年还是18线的大S 独自面对来自粉丝和经纪公司的压力 所以网友不太相信 他牵挂了大S20年 一床情书记得分筹后 那俊俊夜曾接受过韩国媒体的访问 谈及与大S的旧情时 当时他称大S为内卫 并表示 当初两个人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深入 只是因为工作的原因见面 阿者既然爱的没有那么深入 俊俊夜为何说自己20年来 都不曾忘记大S呢 大S和俊俊夜分手后 也曾跟蓝政龙 周渔民等男星谈过恋情 并且每一段恋情之间 都有一定的空窗期 俊俊夜为什么当时没有想过要重新追回大S 难道在大S与汪小菲离婚后 他顿时大悟 大S自己心中是那么的重要 鉴于以上种种迷惑操作 导致很多网友认为俊俊夜不太靠谱 再续前缘是真 但是终极原因是想借与大S结婚 给自己找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罢了 20年前 俊俊夜的确是风靡亚洲的歌星 然而随着队友车祸 酷龙组合早已是名存实亡 搬飞后他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 很快就成了被后浪推到在沙滩上的前浪 人气急速下滑 工作量锐减 为此他一边转行一边当DJ 一边混迹于综艺节目 他不甘心就此消失在娱乐圈 所以当大S与汪小菲闹离婚 他看到了一线生机 为了套牢大S先是采取电话攻势 接着跨洋电话过海奔赴千里寻妻 不仅在无名指纹 秀戒指恩爱 更是把大S的韩文名字纹在了胳膊上 脖子上则纹上记得永远在一起的爱情宣言 这一波操作在一些人看来是浪漫 会玩 奔跑后的狗粮 可是大部分网友却觉得太矫情 只为达到上位的目的罢了 众所周知 大S对待恋情和婚姻一直感爱感恨 而且一直属于付出型人格 每一段感情他都会全情投入 并且竭尽所能地辅佐敦方 当年与汪小菲结婚后 他毅然放弃自己如日中天的事业 心甘情愿地在家做全职太太 为了给汪小菲持续香火历尽艰辛 在汪小菲事业受挫 他及时施予援手 帮他在台湾省拓展事业 甚至传过他卖房旧夫的消息 在婚嫁给人聚聚业后 大S同样不遗余力地辅足他 先是为他接下某些电演员 让他一个小时入账10万台币 同时通过他的运作 让菲俊业成为善人雄 制作的某档选秀节目的飞行导师 更有消息称 菲俊业接下来还将在多档 综艺节目中亮相 总而言之 菲俊业不仅抱得美人归 还有望拓宽了视野 菲俊业此次前往纽约夜店演出 尽管是婚前就已经接洽好心的工作 可是新婚两个月就要面临分居两地 网友对他的婚姻动向依然感到担忧 演出时间虽然不长 可是在疫情防控的当下 他想及时返回中国台湾省跟大S团聚 应该没那么容易 大S在结婚时就已经明确表示 婚后不会随菲俊业赴韩国生活 所以菲俊业想要跟大S长长久久地在一起 就得把家安在台湾 期间势必有很多繁杂的手续要办理 而在韩国娱乐圈打拼几十年 他的事业和朋友圈子都在韩国 他不太可能会轻易地放弃那边的一切 除此之外 大S与前夫汪小飞所生的两个孩子 也是巨俊业和大S未来生活的一大阻碍 也说两个小孩能否接受他这个后霸 就连汪小飞都已经喊话 不允许两个孩子叫一个陌生人爸爸 由此可见 菲俊业和大S的婚姻生活 或许不能像其他明星夫妻一样过着 稳定而幸福 注定夫妻俩会长期两地分居 聚少离多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